今日是11月29日,歡迎收看多仁多明報530 現在一加一的單位,閒閒地月租都要兩千多 多仁多市有酒店,就包車位泳池Wi-Fi清潔和水電費 一個月不用兩千元,真是住酒店比租還便宜 有人就覺得一日都是新移民,搞到什麼都貴了 一批假的兩元硬幣正在家國各地流通 邊境服務局怎麼獲得加拿大歷史上最大批來自中國的假硬幣 每個只是賣五仙,現在是Ebay和阿里巴巴都能賣 陌生女人來敲門,不要以為對方藥質簽簽就沒有殺傷力 網上就流傳一條短片,女人敲門,屋主開門和對方談幾句 突然兩個埋伏在旁邊的男人就一湧而上,試圖強行入屋 中國各地最近爆發呼吸道習病,尤其以兒童感染最嚴重 路透社上週末發表一段視頻顯示 北京兒童醫院有數百名戴口罩的家長和兒童在後診 加拿大公眾衛生局今天發表聲明說 已經留意到有關中國的情況,發言人說 加拿大會繼續密切監控情況,如果加拿大人面臨風險 將會向公眾通報最新的情況 全球各地很多國家在放寬新冠疫情的限制後 都出現呼吸道習病個案飆升的情況 去年11月,加拿大公眾衛生局就流感個案大幅增長的情況 表示這是流感大流行的開始 美國的統計數據也顯示 因流感而住院的個案數量創下至2010年以來最高紀錄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在上午要求中國政府 提供有關呼吸道習病個案增長的數據 而中國衛生局當局告訴聯合國衛生組織 在呼吸道習病個案增長中 沒有檢測到不尋常或新型的病原體 西方科學家認為 中國近期出現呼吸道習病個案的大幅增長 並不代表是一個全新的全球疫情大爆發的開始 世界衛生組織聲稱 這些增長的一部分 與過往經歷相比只是來得更加早 考慮到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放寬 這個並非出人意料 正如在其他國家經歷的相似情況一樣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在闊骨黑省 破獲了一宗涉及超過兩萬六千個 假毛的兩元加拿大硬幣案 而警方在安省北部 也首獲了15個這一類的假毛兩元硬幣 案件顯示 一批假的兩元硬幣現在正在加拿大各地流通 而今次的案件 在加拿大歷史上找到最大一批來自中國的假硬幣 這些假的兩元加拿大硬幣 是來自中國福建全州一間服裝公司 然後寄給灰省一間信用卡公司 標籤上說明這些是衣服上的金屬廢章 每個硬幣的買入價是五千 現在檢獲的硬幣面積是超過五萬二千元 入貨加其實只不過是一千三百元加幣 零加運費 所以入貨的人如果將這些假硬幣 當真錢用出去 應該可以賺到五萬元 一千三元薄五萬元獲利率是四十倍 法庭文件顯示灰省一個男子 因為涉及這件案面臨刑事指控 這批硬幣是在今年一月 由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人員 在滿地可國際機場搜出來的 當時邊境調查員看到一間中國服裝公司 用金屬徽章給一間信用卡公司 這兩樣東西 抖不達八 於是便開上檢查 這樣便發現了六個盒 而在這些盒裡 用膠袋一共裝了一萬二千個假的 加拿大兩元硬幣 而這些硬幣都鑄上了2012年份 警察拘捕了這個提貨男子之後 再在他家裡找多了超過一萬四千個同類的假硬幣 而安省北部城市 蘇盛瑪莉的警方亦證實 他們在今年三月拘捕了一個當地的男子 這個人是擁有十五個相同的假兩元硬幣 根據邊境服務局調查員 向灰北黑法院提交的宣誓書顯示 這次在加拿大歷史上 找到最大的一批來自中國的假硬幣 調查員中 中國的金屬硬幣製造公司 正是抽取了幾千個這些仿製的加拿大兩元硬幣 透過阿里巴巴 以備這些線上電子商業平台出售給北美的買家 平民百姓、良好市民當然不會去買假硬幣 但怕就怕收到假硬幣而不知道招致損失 專家教導你認清五個地方就沒事了 第一 真硬幣正面鋁王頭那個臂是正常長短的 假的那個臂是過尖和過牆 第二 在鋁王頭頂上面是甚麼都沒有的 假硬幣就給他做了一塊楓葉 第三 真硬幣上面2012年這四個數目字排成是一條直線 而假硬幣上面這四個數目字是彎彎成為一條護線 第四 在北極紅的那一面 真硬幣有個異字出現在兩個風業形狀的保安標記中間 而假硬幣就用了Dollar side 第五 在右邊靠近北極紅頭的部分 真硬幣出現的是Dollar這個英文字 假硬幣就用了Canada 講清楚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的 是2012年的真2元加拿大硬幣 不要搞錯以為是假的 如果搞錯了到時你會真的當假假的當真 那就糟了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或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多仁多市的治安真的變差了 晚上沒人的時候就打爛商店玻璃門偷竊 至於遊人的住宅單位就更狼 找個女人敲門減低屋主的警覺性 賣福在兩邊的歹徒就等候時機強行入屋打劫 先講餐館洩案 多仁多市北約克、英格、Finch兩間華人餐飲店 在昨天清晨被一個黑人男人打破玻璃門闖入 從收銀機裡偷走幾十元的現金 被爆刺的其中一間餐飲店 是Cocodoo可奶茶店 店長表示 賊人在昨天清晨6時左右打爛店面的玻璃門 當時他已觸動警報系統 但他還未死 將收銀機叫開 拿走了準備翌日開門後用作抓續的現金 同樣租養的店舖是小滿雲南地域特色米線中餐館 店員表示他們已回看閉路電視 打圖是將一部車停在店外 然後再用一把約一呎長的大鐵錘打爛玻璃店門 再偷走店裡大約六七十元的現金 商店打仰關門後 在有敗爛狗偷透漆閉 但要搶劫有人鑽達單位 不 neigh目將膽硬 August 乘找自己 最近多人多本地媒體日报 在社交平台提及 mereka 上載一篇片段 表示如果有三個匪徒想破門入屋 進入多人多市市就 一間泊民大廈蠡但是未能成功 片段顯示一個女人否同兩個男人犯案 先是由女人敲門減低屋主的警惕 另外兩個人就埋伏在門口的兩邊 當屋主打開門和女人聊天期間 女人就在適當時機暗示兩個同黨行動 兩個人立即衝前一湧而上 並首次撞似胡椒噴霧物體準備強行入屋 幸好的是屋主及時反應 三個人都未能得逞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在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一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街淨水 皮爾區警方在今年初得到市民舉報後 展開一個名為孟菲斯行動 經過調查 破獲了一個先偷車 再騙保險的犯罪集團 逮捕了12個人 他們現在被檢控81項罪名 行動之中 警方檢獲9部失車 包括BMW、Range Rover和Benny等豪華汽車 總值120萬元 而這次行動成功阻止涉及35萬元的保險詐騙 警方表示 這個犯罪集團 從文宅車道或汽車經銷箱偷車 然後將塞車翻身 修改車輛的識別號碼 改頭換面後 再以欺詐的手段重新登記 再將車出手 高級探長Simon Kennedy今天在記者會上表示 歹徒利用他們在汽車和金融行業的專業知識 來完成這些交易 這些翻身的車輛出售時 那些賣家會從這個犯罪集團 收取一些費用 然後去買這些塞車 賣家買了塞車後 就報稱汽車被偷 然後再騙保險 犯罪集團的大部分成員 過去都曾經在汽車 或金融行業的領域上工作過 有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 所以不僅設計了相當複雜的 犯運塞車的方法 還能避開保險公司 用來防止報假保險的防範系統 最新數據顯示 多倫多10月份的房屋租金 是有小幅的下跌 但都要2,908元 而多倫多的一間酒店 就像雪中送炭一樣 提供每個月2,000元的包月租金 不過有專家就擔心 這種模式不會長期持續得到 這間酒店叫做Dorn Valley Hotel 總經理波特說 他們的月租低於市區的租金 1,999元 不包稅 但包車位、泳池、WiFi 每個星期清潔和水電費 那是否居住豆腰這麼大的房間 不是 房間有326平方英尺 有一張特大床 一間浴室 電視、梳妝桌、躺椅 一張小桌和幾張椅 每個房間都有露台 沒有廚房 但有雪櫃和微波爐 房客還可以選擇和人合租 不另外收取費用 經理說 這個做法是始於2020年10月 最初是為了幫助那些在疫情早期 面臨住房困難的人所採取的臨時措施 後來就擴大到酒店的80間房間 有些租客在這裡已經住了很多年 現在酒店再將一些空置的房間 劃出一部分來給月租 預計這個項目在2025年之前都不會結束 經理說,考慮到當前市場低迷 這些酒店房,一定是空的 用作月租,這就是一個雙爺的局面 桂湖大學、酒店、食品和旅遊管理學院的副教授麥理 認為對酒店來說,包月出租有吸引力 因為這些酒店現在不可能住得滿 尤其是冬季經濟不景時 不過一旦酒店的需求回升 這種模式可能就會結束 因為按日出租,賺到更多錢 說到租貴 最近有家民意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 絕大多數加拿大人都認為 移民數目太高,增加了本國的住房危機 並且加重了醫療系統的壓力 這項在上星期五至星期日進行調查發現 大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 移民的增加 令到加拿大住房市場和醫療系統帶來壓力 幸好 調查也發現 加拿大日也看到更多移民所帶來的好處 例如有助文化多樣性 年輕的移民是有助改善勞動力和稅機 從而支持老年的一代人 專家說 這項調查結果 凸顯了加拿大人對移民的複雜感受 同時 這項標誌著 公眾對移民的感情發生了變化 因爲 加拿大現在正面臨負擔能力的挑戰 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零下攝氏一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8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原氣候價格會升一仙 回攻升148.9仙 特首李家超 接受港台節目訪問時提及 港人不想消費 是否反應本港和內地融合得好 不再以兩制排斥一個 指每週末有二十多萬人到內地 實際只佔本港人口約3% 不應該因此就覺得輸出消費 應該著眼如何吸引再港市民消費 他以夜奔分活動為例 指政府有責任帶頭搭台 再由民間發揮力量 他亦解釋 在吸引人才政策上 用上搶人才字眼的原因 指要反應恰不容緩的態度 因爲全球都積極爭奪人才 如果沒有危機感就會落後 又指不少國家尤其是一些大國 以提供政治幫助為名 利用政治語言 實際上亦是吸引人才 並從中損優 另外經常提及以結果為目標的李家超強調 要以此改變政府和社會文化 而非只是口號 相信如果整個社會都以結果為目標 將所有的力量盡量凝聚在達到目標上 就不會有噪音和耐耗 亦有機會比其他又集音的國家 或者地區更好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 今日落案起訴 26歲男子朱啟邦一項 作出一項或多項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一項管有煽動刊物罪 同一項管有他人身份證罪 案件將於今日中午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被控於今年11月27日 在香港穿著一件印有陳述的上衣 同公開展示該陳述 具意圖引起憎恨 或藐視中央 或或香港特區政府 或激起對其離本 激起香港居民 企圖從不合法的途徑 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 善惡他人使用暴力 或或慫恿他人 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被告令被控於同日 在香港國際機場登機閘口 編號205或其附近 沒有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 即是三幅印有陳述的旗幟 同一件上衣 據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 或或香港政府 被告亦被控同日同地管有 屬於女子廖小禮的身份證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 以調查被告的手機和社交媒體帳戶 考慮會否涉及其他控罪 被告涉嫌穿上人有 剛時和港獨字眼的上衣 令被搜出行李有剛時其次 警方前日下午接過報案 指一名男子在香港國際機場 涉嫌穿上有煽動字句的衣服 警員趕赴現場拘捕一名男子 並搜出有關物品和一張他人身份證 經調查後警方拘捕一名男子 涉嫌管有他人身份證 和違反香港法例第二八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和第十條 作出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數字 remove 即是多久你沒拍了page 但昨天這個角色 時間比較長 因此今次就有洗了兩個角色 氣氛更重 其事兩年前都有拍 也就是你 很穩定 你喜歡昇華的情侶嗎 複雜的 又不是情侶 那是不是有很多親密系的 有的 都有的 但不是說多的 這部劇裏有很多角色都有親密系 不是 跟很多角色都有關係 那個關係是 跟每一個男士都有工作上的關係 又或者是很親密的關係 但最親密我想是Bosco 因為是男女朋友 對比相片的話 可能跟她的親密系反而是會多些 你是有很多動作的 很多動作是算多的 因為始終電視的又比較長些 有好幾場都算是比較多些 還有又說自己一個人打很多個 即一打很抽得 一打幾個 三十集基本上是全部去打完 全部打完 全部親自想像 沒辦法 我又沒有手下 那你有沒有受傷 有受傷 傷到怎樣 傷到 因為之前雙腳都弄傷過 加上這部劇裏有很多高山鞋